那在今年的球季呢 小胖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2.86% 這個在球隊跟聯盟應該都是排名前兩名的 我覺得我一直把自己的目標定在賽季 一定要維持在40% 在你已經幾乎20年的職業籃球的生涯了 是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你認為你還可以維持這樣子的水準有多久的時間 你自己的判斷 我覺得如果要的話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問題 KENNY 刀星球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KENNY 刀星球 你好我是KENNY 高景妍 我們在每個禮拜四的下午晚上的8點鐘 帶給各位最新籃球的資訊 那今天呢 我們有一位特別的來賓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這個洪志善小胖 洪志善呢 在台灣的這個HBL裡面呢 是有非常豐富的一個成績之後呢 還到了中國去打了CBA打了5年 又在服務員拿到了非常好的一些成績 現在讓我們最熱烈的掌聲 一起來歡迎洪志善小胖 志善你好 KENNY 哥好 今天掌聲真的是有史以來最熱烈的一天 現場的工作人都很給面子啊 首先第一個問題要問你的志善就是 你看起來很瘦 而且你打球的時候一直都是維持很棒的一個體態 為什麼你叫小胖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那時候剛好一個受傷嘛 然後所以進載星之前剛好開刀 所以那時候就變到86公斤 然後進載星之後大家就覺得 86公斤 我這個身高然後這個體重 大家就叫我小胖這樣子 但你花了多久的時間把這個小胖的外號 小胖的體態給改善到一個你認為比較合格的體態 我大概進載星三個月吧 就剩大概不到70公斤 因為載星真的是蠻超的 後山跑一下 對對對後山跑一下 動物園跑一下這樣 那其實在你籃球生涯裡面 你也走跳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在CBA打過然後在樸園 然後都有非常不錯的一個成績 那在P-League的國王隊要成立的時候的第一年 你就加入了國王的經衛軍 這個在去年賽季結束以後 可能網路上就會各式各樣的謠言 就說你是不是要退休了 那是什麼樣子的時間點 讓你覺得說我再打個幾個球 其實沒有問題 其實在第一季剛成立的時候 毛總最早是請我 有問我說要不要當助理教練 他其實不是先找我當球員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而且我覺得我的資歷不太適合去當 到助理教練這個職位 真的啊 所以後來我就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等到9月多 其實最早是鋼鐵人先找我 對然後我沒有 就是後來我哥哥知道 然後他就問毛總說 那鋼鐵人要找我當球員 那為什麼我不找小胖回來打球 對 所以就這樣子中間問了我 那毛總當時也給我說 那他可以等到我準備好 那再回到球隊 所以我是等到開季已經打了大概五場才回到球隊 對 那你說之後打完說一直要 可能有沒有要引退這件事情 其實 我覺得有沒有要引退其實都是 只有個人自己知道 什麼時候要退 球迷其實都是揣測 那 因為我中間一直有在北京做籃球訓練 跟北京的那個老闆 所以 在第二季毛總也是 一直在等待我消息 那他也給我相對充足的時間 所以我當初第二季也是在季中才回來 是 對那到去年毛總會覺得說 欸那 有沒有穩定的要想說 再長期待我說那當然有 那所以後來就這一次中間去年結束 就跟著球隊去美國 然後也受訓了教練的一些學習的東西 所以跟球隊就簽了兩年的合約這樣 OK 沒有任何的時間點 你打算隨時可能不當球員 因為我必須有個地方跟你分享一下 就在大概兩個禮拜之前吧 這碰到你的球隊了 我們一路追趕啊 快要追過了 然後洪志山出來隨便投兩三個三分就 又拉回去了 所以你這個應該 不是任何時候你可以退休的一個情況吧 我覺得你應該再打個三年 三年四年應該OK吧 我覺得就是做球員 就是維持好自己的狀況 尤其現在 上場時間不會這麼多 那自己的武器跟自己的能力角色扮演好 我覺得還是可以固定的維持一些貢獻 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就說從球員轉型到當教練這一塊 中間可能會有一個比較輕鬆的橋樑 那這個東西可能叫做Player's Coach 那Player's Coach這個角色的扮演你會對他有興趣嗎 其實當初Ryan給我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是蠻有興趣的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 他當初這個提議他是覺得說沒有人做過這個角色 那他覺得說在球隊大家可能對於我給出的意見跟教練給我 然後我去給球員講他大家其實蠻尊重的 所以他覺得這個角色蠻適合我 然後他又覺得說可能我在球場上的一些想法會突然給的很快 當然因為你知道在場上你其實知道所有的事情 因為它正在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你可能有一個比較真實的回饋是不是 那我覺得這也是從可能跟之前徐教練身邊學到 因為我覺得徐教練是一個腦筋動很快的教練 他又很喜歡給球員是有思考的空間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覺得養成自己有這個習慣 所以我會在當下想到什麼我可能跟球員去討論 馬上可以給教練的建議這樣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當你碰到本土球員 你是扮演一個球員教練的一個角色 你碰到本土球員跟外籍球員 他們意見不合的時候 你大概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我會覺得說用當下場上的情況去分析 比如說誰認為的當下比較有利 其實在球場上沒有所謂的對錯 我覺得應該是分析說哪一個角度跟哪一個當下的狀況 對誰比較有利 然後我們大家去做妥協 是 我認為是就像你講的 就是說一個比賽的過程 大家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把那場比賽贏下來 那什麼東西的 不管是你有不同的意見 哪一個意見比較容易讓球隊贏球 應該就是大家採用這個方式去進行 沒錯 沒錯 那所以接下來我要問一個比較敏感的事情 就是最近發生的東西 那你可以選擇不回答也可以 就Plead the Fifth 你知道在國外有一個 美國有一個法條叫做Plead the Fifth 那個第五法條 就是我在不傷害到自己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OK 那不過你可以有這樣子一個權利 就是說 在對到副方那場比賽 場上發生了幾個球員互相的爭執 那然後呢 這個Biron Mullen就離開了 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回顧一下 大概發生了什麼樣子的情況 因為當時我是在場上 那我沒有意識到 Biron沒有退房這個事情 那其實Biron的個性是屬於比較 急 他也比較直接 可是本土球員的當下是 針對場上的狀況 只是跟他說 你需要冷靜 你需要回房 因為裁判 本來就不可能每一球都吹你犯規 那他又是一個屬於 每一個動作 或者每一個東西 他是喜歡跟裁判去Argue 但是 情緒中人 對 那我也 我都是 因為在球隊現在的角色 是很多時候是 Ryan是 會去讓我跟裁判去溝通 對 那我也有當下問過裁判 裁判說 他的那個角度就是 沒有犯規 那他要怎麼樣去吹這個犯規 對 那如果 這個球 做為球員 大家本土球員會認為說 你應該把 過去的事情已經 沒有 沒有成立了 那你應該就要專注在下一波 所以不應該是 他只是跟他講說 需要冷靜一點 然後去把專注力放在下一波 然後他就 情緒爆炸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的出發點都是 希望球隊好 為了贏球 就像我們剛回歸到 都是為了勝利 往這個目標去走 所以我們回歸這整個事件 我覺得也必須要公平一點 那因為我認為可能 Biron在日常生活應該也不是這麼暴躁 對不對 只是到打籃球這件事情 對 大家可能都對情緒上面的管控 就很容易失控 是 大家都是為了贏球 可能有些人在於 一些東西他很執著 我覺得 我覺得Biron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包括對於勝利 然後對於每一個球 他都覺得說 對自己有利 他想要去爭取 可是我覺得 在那一個當下 既然已經過了 你不可能裁判再去補你一個哨 對 那球員也只是提醒你說 冷靜 那我們就把專注力放在 換回來 之後 他可能覺得兄弟你不挺我 對 他會可能是當下這樣覺得 那其實我覺得 這台場上也常常會發生的事情 很正常啊 那所以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對或錯 可能只是情緒管理上 出了一些小小的問題 另外呢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 老將可能對於自己的 球隊上面的影響力 或者是對於場上的這些建議 會有比較大的一些 像士官長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那對於年輕的球員的心態 你是如何去跟他們溝通跟調整 因為我相信很多年輕的球員 他們只想上場 是 那但是呢 到了國王隊 可能到了一些戰績在前面的球隊 他們可能很多的前輩 有非常老練的技巧 然後有非常足夠的經驗 然後他們發揮的空間就比較少 你是怎麼鼓勵這些年輕球員 其實我會跟年輕球員講 在你要上場的時候 其實是在日常訓練中 你就是要給教練足夠的信心 其實包括在以前自己當年輕球員 其實許教練也是跟年輕球員說 你要在給教練建立信心情況下 是從訓練開始 而不是比賽中 當教練有足夠的壓 比賽的壓力的時候 我不可能讓你在 有戰績壓力的情況下 你在比賽中給我 去磨練你 對那你在訓練中你就要建立這個 給教練建立信心嘛 比如說防守 進攻任何時候 那教練在某一個play 比如說關鍵需要三分的時候 我會想到誰 那年輕球員你在訓練中 你所展現出來的態度就是 我可以去嘗試 那我做得到 那教練自然在比賽中 某一個moment或某一個play 想到這個球員 在這一禮拜表現不錯 訓練中也呈現出來 教練團開會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相對建議說 教練這個年輕球員表現得不錯 那我們是不是適當的時候 再給他一些時間去證明 像威廷有在賽季中 就有把 就有幾場比賽大了 對他有掌握住機會 對沒錯 所以你剛剛講的這種日常的訓練 那最後一定反映在你的數據上面 那在今年的球季呢 小胖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2.86% 這個在球隊跟聯盟應該都是排名前兩名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我覺得等於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日常的訓練給教練看到 教練信任你把你放上場 你就繳出這樣子的成績單 它是一個很一致性的東西 那我相信有這樣子投籃的一個能力喔 小胖 你是怎麼樣去磨練你自己 或者是你有什麼日常跟別人不一樣訓練投籃的菜單嗎 還是這樣子的投籃的菜單是你日積月累 從你年輕練什麼東西 然後一直到現在練不同的東西 因為從以前到進入職業開始 從許教練一直灌輸我的觀念就是 當你沒有比別人跑得快 沒有比別人跳得高 那你只有一樣傳球可能比別人快 比別人好 那你的武器就是 你外線要比別人好 所以當時在投籃這一塊 包括我最早以前跟到最好的射手 羅哥 羅新娘 當時他在訓練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自己會去想 如何跟前輩一樣 如何把命中率維持 那自己要花多少 一天 羅哥以前一天就會練個三四百四五百 都是進球 那不光是進球 你要在 進球 不是出手 是進球 你要如何在進五百球的情況下 命中率要維持在多少 那這要回過到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曾經跟我說過 當你在訓練中 如果你有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時候 回到比賽中 你可能會因為體力的影響啊 比賽的一些影響 那你至少還有一半的時候 還有百分之四十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把 自己的目標定在賽季 一定要維持在百分之四十 對 所以這是我自己定的目標 我記得你應該還蠻多球技 都可以達成四成目標了 我目前可能生涯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對 就是自己會定一個目標 所以你有目標 你就會有動力去 往那個方向去前進 在你已經幾乎二十年的 職業籃球的生涯了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你認為你還可以維持這樣子的水準 有多久的時間 你自己的判斷 我覺得如果 要的話 我覺得三年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個代表說呢 如果小胖還有生涯其他的規劃的話 他還有三年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 不過你應該已經有一些生意上面的 這個除了籃球以外 一些職業生意上面的一些想法 從我回台灣那一年打SBL開始 然後到其實一直有投資餐廳 就是燒肉店 燒肉店 對所以就是 三分啤酒三分燒肉 還是今天 洪志善得分雙位數以上這個 買一送一 之前是有類似做過這種活動 沒有跟我聯絡 主要就是說其實 球員的生涯大概 就大概是這個年紀嘛 那一定要做一些 我覺得要做一些之後的規劃啦 所以當時有做過一些這種想法 的確 所以 如果你現在說要退休的話 你會考慮繼續留在國王當助理教練嗎 還是繼續在國王擔任教練職 還是你會有其他的想法跟規劃 有沒有給你老婆討論 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自己有在規劃 我覺得說跟討論嘛 我覺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就是 如果球團有給你這個機會 那也要看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 如果我今天 球團需要我當助理教練 可是我沒有那個能力 我覺得我會去 就像我當初毛總第一年找我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是 要把自己的能力跟 知識跟一些 技戰術準備好 我覺得 這個 做到這個位置才有辦法去幫助球隊走到更遠 所以我剛剛聽到一個很關鍵字 就是做好準備 我相信做好準備這件事 洪志山應該是非常的努力的在做 所以呢 在思想上面可能比較成熟的球員 也會慢慢的開始 組成一個像工會這樣子的組織 嗯 那所以在今年呢 你也是職業籃球球員工會裡面的理事 是 那你怎麼看 你現在 國內職業籃球選手的職場上面的發展 以及他對於社會責任上面的一些要求 我覺得說發展應該是說 其實國內的職籃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去 嗯 然後可能球員不會像當初我們需要到對岸去打球 嗯 然後需要得到更好的薪資待遇 那我覺得國內這個發展是往好的方向去走 那 球員必須要有一個自知之明 就是要把能力跟 許家印常講的 你要得到多少的薪資 你要相對的你要拿出多少的成績 對 那相對的國際賽也是一樣 嗯 所以最近我覺得國際賽其實 中華隊球員真的很辛苦 他必須打完國內的聯賽 又要打到 國際賽 那 帶傷啊或什麼 我覺得這都是一定都會有的 嗯 那你說社會責任更也是一樣 那大家就必須要再 用更高的標準再去看待這件事情 是我其實是一直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 國際比賽的成績 如果打得不好 其實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責罵 因為 有的時候呢 他並不是一個我想打好 就可以很好的一個局面 是 因為呢 國際比賽裡面的水的深度 真的可能是我們一般人 沒有辦法去測試到的 是 那更重要的一點呢 可能最近有一些輿論 就是說這些 國內的職業選手 或者是去打國家隊的選手 打得好 是不是有獎勵 那打得不好 是不是要處罰這件事情 那我知道這種話 對一個球員來講的話 可能 可能會有一點壓力 那我先offer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是 一個選手 如果有足夠的榮譽心 或者足夠的社會 則要去參加國家隊的比賽 他已經贏了 你沒有什麼資格去責怪他 因為這是他花自己的時間 消耗自己的身體 那然後呢 擔負其一個可能會受傷 以後無法靠著他最會的職業運動 來賺錢的風險 來代表國家出賽 來代表你跟我還有他 所以他已經擔負這種責任了 他打得不好 你覺得他自己會高興嗎 你有看過一個球員說 我們輸了50幾分 我們真是高興啊 沒有嘛 他們自己難過的程度 比你還要難過嘛 因為他付出了他的時間 他的努力 他的汗水 那在國際比賽 進入入輪 那是一個事實 我們也沒有必要去看太超過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呢 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未來走得更好 我們輸了這個比賽 我們是不是可以未來打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要去專注的重點 沒錯 那小胖你怎麼看這段話語 就是打得不好要懲處 我覺得剛剛Kenny哥講的是沒有錯 就是當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誰都很想要穿上中華隊球衣 我覺得這是為了榮譽而戰 就像當初年輕的時候 我們會想說 我前面還有多少個學長 那我有沒有能力去競爭這個位子 那當你好不容易穿上中華隊的球衣的時候 很興奮 可是當你打不好的時候 網路上就是一片漫馬 當然一定 球員我覺得 既然你站在這個舞台 你就要有那個能力去承擔 就是你要有那個能力去證明 給別人看說 我就是有能力 為什麼我可以穿到這個球衣 就像Kenny哥講 誰都想打好 誰不可能輸還很興高 才會說我就是輸了50分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去過多責備 因為球員 誰都想要穿上台灣球衣 我會替中華隊贏球 大家都想要是這樣子 誰不 那如果大家都是只是為了說 那我不想被罵 那所有人都可以不要去參加中華隊 那大家要為了台灣而戰 然後再用為了說 為了榮譽兩個字 其實說實話 榮譽兩個字 大家都很想要去 為了榮譽而戰 但是我覺得謾罵真的沒有必要 真的是沒有必要 因為不管是資源 準備時間 成軍方式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用 大家不同的標準 一起去看一個同樣的競賽 認為結果就是 真正代表實力的一切 我反而覺得 可能中華隊的組成 可能未來要更詳細的一些規劃 更長期的一些想法 更重要的一些名單上 或人選上面的一些選擇 那更重要的一點 資源 資源 我覺得像Kenny哥講的 就是你的主訓名單 那你的如何做集訓的日程 然後資源怎麼樣 比如說規劃球員 日本隊有多少個規劃球員在後面 哪一個比賽我需要帶 哪一種類型的球員 那我針對 比如說我現在有阿俊 有劉真 有停牽這一種類型的球員 那我的規劃球員 要找的是哪一個類型 對 就像當初我們那一年配到Q 我們有傑哥 有磊哥 有誰 學齡當時 大家都是屬於好的狀況的時候 那配上一個戴維斯 他就不是屬於一個貪工 他可以幫忙抓籃板 跟著跑快攻 團隊型兩將 那自然 化學效應就可以加分 那我覺得大家要去想的是 中華隊有多少個資源 我們現在年輕的球員 這些國手 大家背負著 要扛著謾罵之名出去打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資源是什麼 我們的規劃球員在哪 我覺得剛剛跟你哥講的重點就是資源 對 我認為 所有的資源 它要規格化 你入選了20人名單 你應該得到什麼樣子的福利 你該花多少的時間 在國家隊裡面效力 跟報道 跟訓練 那相對 如果經濟 這個條件是允許的情況之下呢 你也要給這些球員一些回饋 那更重要一點呢 之前我們講的這個什麼 失能險的保障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 可能是有必要的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在面臨一個 這個身體上面 職業的身體上面的風險 來參加這個賽事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來看 我認為平時而論 一邊是 你可能要給更好的一些規格 還有福利 那這一邊呢 可能要有更好的規劃 那還有訓練團隊的一個時間點 更多的投入 那這樣子以來我認為 國家隊可以慢慢的往上升的成績 才會指日可待 是沒錯 最重要的是 去年 有一個你的同學 居然還打進了國家隊 那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你會進 你說 真招洪志善 好 我就來吧 你會願意嗎 我覺得如果有那個 真招 我會蠻有意願的 因為我覺得就像 OK 蕭鼎你不用打了 明年是要 因為我覺得是讓鼎哥進去 他也是把他的經驗傳承 就像 當初我進 中華隊的時候 上面有學齡 有一些 可能年紀差不多 可是 在於 有一個 老將壓陣 我覺得鼎哥在 去年給中華隊 心態上 給年輕人 帶來一個很大的鼓舞 跟 很大的安定感 沒錯 對 他上去其實 其實小鼎在場上 你會覺得 呼 Yeah 我帶我的人過來你附近 你幫我處理一下 就是這種感覺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可以跟智善 稍微聊籃球 不過呢 在下個禮拜的節目 你們會更多 跟智善一起 繼續聊籃球的內容 今天謝謝 你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肯尼哥 OK 謝謝 謝謝肯尼哥 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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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4 6 5 6 6 1 1 8